花山三线道也就是迟滞道路 是两盘自行车的青山段 在远规台风的外围海流影响之下 造成山坡土石流 多颗树木摇摇欲坠 而近日县议员邀集了相关单位进行实地会刊 希望能够解决民众的行程安全 大小车辆一台又一台快速开过崩塌地 避开山壁上摇摇欲坠的枯木 可能掉落而砸到自己的危机 领务局华丽领馆处县政府观光产业客 收封箱公所也都到场会刊 但是谈及该如何解决处理山坡崩塌的问题 现看的各单位仍没有达成共识 这边是属于保安嶺 那保安嶺地的话 我们的土石海拔还有就是树木的部分是 没有经过同意它是不可以再出去 所以刚刚您有提到说 如果你要清这边的时候 它有一些土石啊一些树木 你在它抢修法里面是 尤其是第30条 它是不能移出去的 由于通行的车辆相当多 先议员徐雪玉则认为 虽然这条道路的带管单位是受风箱公所 但是在急迫的情况下 没有相关预算的编列 恐怕相公所也致碍难行 那看了之后呢 我们的观光旅游处呢 陈科长就表示说 这个护栏呢 明年度呢 重新做过 完全全部做新的 然后在我们的颠坡的部分呢 是林务局的土地 但是我们道路管阳呢 是我们的这个相公所 那这个颠坡的一个管阳之后呢 是不是灾修之后 然后要做一个修建的部分呢 再请我们公所呢 能够报给我们的 那个我们县政府土木科 来做一个修改 跟维护 不然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颠坡呢 非常的危险 那也有立即性的危险 那我们会后呢 我们会请我们的 这个土木科呢 是不是也能够来看我们的现场 然后一并的来讨论 看如何来帮我们的这个 持制道路呢 来做一个颠坡的一个修复 持制道路交通流量暴增 主要是因为目前台九柄 道路互坡工程管制 而成为了替代道路 现在道路边波 土石坍塌 悬空的枯木 已经严重威胁到 用路人的安全 但是至今各相关单位 却都毫无对策 民众也无言 现在只能自求多福 记者林杰 收封箱采访报道